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日 星期三 市场踏入12月份之后 表现不算特别差 这真是很老实说 虽然指数仍然持续反复在10天线 甚至一度想试破20天线 但要明白 由低位9月25日23,124 升至11月25个高位27,040点 8个星期已经升了3,916点 既然指数回市10天线 即是中期反弹结束 进入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问题是这个消化和整固要跌多少 我总是觉得 经过3,916点的上升后 如果有800到1,000点的回调 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觉得有什么差异 值得一提的就是 12月份暂时过了2个假月天 如果港指数是由1日的低位26,375 升到暂时2日的高位26,670 先低后高 不过这样 因为高低位不应该在两个假月天之内出现 而更重要的是295点波幅 根本上不可能能够较整个要求 即是在月中之前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让我看到 问题是高过26,670 还是会低过26,375 我们再看几天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